我们都知道品德有问题的明星一般在出事之后 事业也都是很难犯起来了 不过最近据爆料 罗志祥的事业其实并没有被完全毁掉 罗志祥出事半个月后 他的综艺却照常播出 海报还隐居c位 这个综艺节目就是娱乐百分百 没错 就是罗志祥在台湾主持的那个王海节目 而且还是和蝴蝶姐姐前凯乐搭档的综艺 其实这个节目是真的很经典 许多人都是从小就看过这个节目的呢 不过两个人之间的事情 大家都是知道了 他们明显是有参喜过的 只不过不是正大光明的 所以两个人才会先后向周阳姐道歉 然而就算发生了这样的丑事 娱乐百分百最新一起却是正常播出 而且在电视台的宣传海报中 罗志祥仍然稳居c位 看来罗志祥虽然在内地的工作停滞了 在台湾却何以闲事一样的呢